百达菲利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 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你准时在晚间七点钟 收听矽谷华人电台的财经天地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3年的8月5号周一 我们在下半场要来谈股票 在上半场第二次访问凯杰地产公司 KJ Investment的负责人梁克希 Kasey梁 嘿Kasey你好 周乐你好 矽谷华人电台的听众们大家好 在两周以前 我们逐步的介绍了凯杰地产公司服务的项目 知道贵公司是在东湾 服务业务呢 也有包括我们在矽谷湾区 还有比较北边的一些城市 主要是以一个一条龙式的服务 因为你们接待很多从海外来的投资人 他们都希望在我们美国买了一个房地产以后 就能够交给KJ Investment的公司 来替他们服务 因此你们的业务的范围越做越大 但是自从上一次播出以来 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他们都知道在华人方面在开比较有规模的Property Management的公司并不多 因此他们对于贵公司的业务非常有兴趣 有的直接打电话给您了 有的打电话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我们都很简单的就是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了 从上一次得到的回响 一般的中国物业业主他们的concern 他们要问的问题是哪一些呢 是的 周乐 谢谢你 对啊 就是通过上次的我们讲座以后 有很多一些听众的回响 那有些听众是说本来倒没有想到Property Management 听了您的广播以后呢 还觉得这个称之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他almost think about 就要去那个Texas Retirement了 那想把自己的房子出租 起初是没有想到 看到我们有这样的service 所以李先生就跟我们联络上了 就是说请 他就请我们帮他们管理那个业务 就非常适合他们以后退休生活 人不在这里 避免做一个absentee的owner的麻烦 是的 是的 因为人在和人不在差很多 你也看不到 所以需要一个管理公司 帮他们做这些management 是very important 是这样子 OK Very good 那我们上次也已经经历过了一些 讨论了一些 这些property management的in and out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谈一些 在您认为比较重要的地方 开始呢就是数十年前 人和人之间的一个交易 都是握一个手 就是一个单地友了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非常的复杂的 有一些我懂你不懂 有一些是你懂他不懂 为了大家通通是start at the same page 最重要的就是要put everything in black and white Exactly 对对是的 您说的对的 就是说everything has to put in the writing 我们就说no prospect tenant should enter into any rental agreement without any lease agreement 所以要签一个租约 并且这个租约呢是要不偏不倚 有的租约呢写得太简单 有的租约太复杂让人看了望而却步 您认为哪一种租约是最公平是最合适的 对的我们现在是用的一般就是我们reality association的那个form 差不多是六月的page那个reality 那个lease agreement 这个已经cover是蛮多东西是说差不多是满齐全的 但是除了这些东西你自己每个人还用自己的individual他有一些addendum 除了像rent多少啊要collect多少security deposit 那我们知道security deposit部分就是说一般对unfurnished apartment的话可以拿到两个月的租金的security deposit 两个月 对然后就是如果是furnished的话可以到三倍三个月的deposit 这些东西都要spell out very well 还有除了这些东西当然utility 谁该付and landlord tenant 谁该付什么what not都要写清楚 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写清楚的service call 像很多时候tenant不会就是说他很多时候他们不会用garbage disposal 对不对我们 他们不会用garbage disposal 所以就乱用一通 对乱用一通好几次我们得到了service call找我们去说而不工作 那我们就请了我们的contractor去看一下 结果是他们misuse 然后把什么东西都丢到里面去 然后搅拌当做搅拌机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很多华人吧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吃很多rice rice is definitely not put into the garbage disposal 因为很sticky rice 它会ruin这个工作啦 所以剩下来的饭不要丢到garbage disposal里面 是的然后骨头啊蹦啊 不当然不可以 对但是有些人都不don't care 他们就把东西全部丢进去 然后有时候就是把这个garbage disposalclock住了 像如果像这样 due to他们tenant房客的misuse的话 当然是这些service call的费用 当然是要让那个tenant去支付 等一下service call就是ok这个房客拿起电话 打个电话给property management的公司 如果没有用property manager的话就直接打给房东了 这个就是产生了一个ticket就是有一个service call exactly对 所以他打了一个电话 谁要付这个service call的钱我们要写在合约里 是的就是应该讲清楚就是service call to be paid subject to inspection 就是当时的那个evaluation 因为不能什么都是on我们的landlaw是这样也不合理 当然这个东西如果是真的是一般的wear and tear的话 我们landlaw要支付就是repair那当然也是应该的 但是因为是客户的就是房客的misuse乱用造成损失 那我们就是要charge他或者以后今后的secure deposit里面要扣除 这些东西都要说明清楚 要说清楚那当然有一些是很straightforward的 但是比如说有一些房子里面的屋顶很高 在上面呢就有fire alarm 到期那个fire alarm就会怪叫怪叫的 这个时候呢万一需要被换电时就可以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房客如果打电话给房东怎么办 您说对了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这是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lease agreement上面没写清楚 如果写了很明白清楚的话 如果有annual那个tenant应该去do the battery change it's on them的话 那就是因为应该是tenant去付 就算我们派人去tenant应该付我们的service 因为这是属于tenant's responsibility 当然就是看你的lease agreement上面怎么spell out 所以很多这种细节的东西 一般在lease agreement上面没写清楚的话 就变成一个gray area 到时候就 以后会争执不休 对 并且会伤了感情 Exactly 其实做房客的跟房东的啊 一般的情况之下都希望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 因为房客也不愿意得罪房东 怕一到期他们要续约 房东就会加钱加的太多 那房东呢更不愿意得罪房客 因为他怕这个房客会把自己的房子弄的乱七八糟 以后要修理起来还要花加倍的价钱 是的 所以这就是mutual agreement 那我们中国人说丑话说在前 那把那个话该说的东西先给他spell out出来 那以后就不会有一些unpleasant的事情发生了 哎呀你这个话说的是太对了 我们把这个丑话先写下来 他们连听都听不到 这个感情连得罪都不会得罪 你看好了你签了约你就认了 以后就照着这个约走吧 是的 我觉得很多就是需要一个communication 一个clear communication的话 会减少很多很多的麻烦 以后很多很多的减少很多很多的不需要的误会 在lease agreement中间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该说明的说清楚 把那些丑话给写下来 这样白纸黑字大家签了合约 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是这样子 OK已经走到签约的部分 那就是他们的信用了 还有tenant application 通通都已经通过了 就是我已经选中他了 他就来跟我们签了一个约 然后就要开始做walkthrough 他们就正式搬进来住了 对所以您讲到那个walkthrough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不知道我们一般 就是其他的房东是怎么做 但是我们一般的话 have to do a very thorough one 就是第一次跟我们房客的walkthrough 现在因为都要把每个picture都照下来 把不只要写下来 还有图文并茂嘛 就是把picture 这样逃不掉了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因为 有照片为证 对照片为证 因为现在都很digital camera 这都很方便 就可以store 起来一个file 每个房客都有一个digital file including the photos along with the inspection moving checklist 这样的话 就是说等他们搬走的时候 还是要做个move out inspection 那你这样就两边一compare 我们就很清楚 security deposit是怎么去return 该不该return 对了 那个时候照片就胜过千言万语啊 是的 所以现在受高科技之刺 很多事情以前认为可能会变成一个问题的 但是现在都不是问题了 只要自己勤笔免思 把这些丑话先写的文字 付诸文字 然后就按照这个文字来办事 就八九不离十了 真是好感谢你哦 Kase 谢谢 谢谢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 对我们已经学了太多了 然后呢签了约walkthrough也做好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钥匙 教钥匙 您上次说的 只要前面一个房客搬出去 房东呢就最好要把这个大门钥匙 要rekey过 要换一个新的 避免安全造成问题 是的 一般我们的房客也会有这种要求 当然也是对他们的安全起居 这些东西 我们都对他们要有负责任心 所以我们都会把它那个就是change lock lock change是那个时候 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了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一般就是我们都会 before the tenant 新的tenant moving 我们都会做professional cleaning 就是including house cleaning 还有copy cleaning 这是最基本的 我们那种quality standard 如果以前那个房客 他说我已经做了professional cleaning了 那我们怎么办 可以看出来嘛 你这个profession 因为你很清楚就说 for example 你可以做inspection first of all 我们都会do walkthrough final walkthrough 你说你如果做过那个copy cleaning 一般你知道他们copy cleaning 都会有那个齿纹 对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东西很很可以看出 显而易见的 显而易见的事情 可是如果是在hardwood floor上面 就很难找出来证据 他们已经听过了 但就是说这个就是用我们的common sense 就是说用你肉眼可以看出来 不是说用我们要micro怎么样去看它多干净 但是基本上能够可以接受的 我们也要对我们的新的房客负责任 那这样都是一环接一环 等他们move out出去的时候 that's what we expect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你有一个标准的话就比较简单 对你以后manage也比较简单嘛 一个process 那大家都有个标准 that's what I expect how clean it is 当然对每个 你讲到clean 这个也是一个very grey area 要多干净才是真的干净 那这个呢 其实你就把它的oven打开 冰箱打开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是的 对吧 到底是不是真的干净 有的single的男房客 他搬进去这么久 他什么都不煮 可是你也知道他从来也就没有清过 或者是有人大大的用这个oven 还有stove 哎呦 如果他没有清的的话 那个真的是 怎么能就把这个情况交给下面一个房客呢 是 还有当一个房客打电话 他们做了一个service call 要修理东西的话 在法律上来讲 房东或者是property manager 到底他的责任和义务是要在多久的时间之内 就要来回复这个service call 或者要在多久的时间就必须要把这个repaired item弄好 还有就是cleaning deposit 这个钱在一个房客搬出去之后 到底要扣人家的钱是based on什么call 多久之内一定要退还给人家 这个也是我们做亚洲人做房东的必须要清清楚楚的知道的 我们今天在上半场访问的嘉宾 他是kjinvestmentproperty management公司的负责人 梁克希梁女士 他的电话号码是510-396-5818 510-396-5818 大家可以给他置一个店 如果您在这方面有需要的话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注重回报风险税收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查询 408-689-2509 网址www.askdz.com askdz 昌星珠宝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百达北利世代相传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最新限量版名表 Mikimoto 珍珠 银润光泽 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基 宝博 万博 宝格丽等顶级品牌汇聚 为挚爱挑选最称心完美的礼物 首选昌星珠宝 Centro City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及苗碧达环球广场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我在陈铭牙医那做了种植牙 我吃什么都可以 他还教会我如何保护和清洁种植牙呢 我妈妈也需要做种植牙 我在国外做种植牙 到现在还不能搅决食物 那就找陈铭牙医博士 我是陈铭牙科医生 我可以帮助大家解决种植牙的问题 来我的诊所咨询 和了解更多相关种植牙 植骨和洗牙的重要意义 陈铭医生的电话是408-629-6704 中文专线408-516-6772 8月18号北加州台湾工商会 举办第14届工商研习班 将在Cupertino Queenland Center隆重举行 此次研习班邀请到在华人社区中 精英人士Google公司核心工程师 兼智力课程导师陈一鸣先生 光铅创业之父知名企业家 龚行献博士 美国细节科技公司高管兼杰出经理人 黄国新博士 美国最年轻的亚裔市长 罗达伦先生 和Axium公司副总裁徐林女士 台商会诚实地邀请各界人士的参与 报名资讯 Herman Wang 408-883-5395 HermanCC Wang at gmail.com 网站报名 www.taccnc.org 华丽舒适的独立别墅 位于Everygreen山顶 六间卧室5.5欲5000平方尺 超过47000平方尺 占地面积 美丽装修设计的家园 宽敞明亮大厅 与意大利大理石地板 花岗石台面 樱桃木 橱柜位于开放式的豪华厨房 专与设计奢华亮丽的圆林后院设有网球厂 凉亭内置厨房烧烤架和游玩设施 是您最佳的住家选择 详情请接洽 Franc Liu 408-313-2688 华尔街成股是美国上市企业ChineseFM.com 根据华尔街数量模型研究 开发了一种交易系统 它可以大大减轻投资人交易时的心理压力 每天上午西部时间6点 准时一秒到订阅客户的邮箱 给出明确的买卖方向 买涨或看跌 所选股都是美国标普500 和纳斯达克100组成股 通过最近的10盘操作 成功率高达80%以上 请立刻拨打1800958-8561 免费索取 网址www.chinesefm.com 投资有风险过去成绩不代表未来结果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再度介绍嘉宾梁克希 他是KJ Investment Property Management 公司的负责人 你好 你好周乐你好 贵公司的地址是在Fremont 但是您所服务的地点是包括哪些城市 我们当然是东湾 从像Tri Valley Tri City 这些地方 那城市包括Fremont Newark Union City Hayward 还有去东 再往East 去San Ramon 还有Danville Pleasanton 我们都会有 这是East Bay的 那South Bay 当然就是像Santa Clara Milpitas 这些 Area Sunnyville Event to Cupertino 还有往那边 从Penicilline的话 像San Mattel 中半岛 还有San Mattel 还有Redwood City 这些地方 我们还有Milk Park Pala Ato 这些 其实今天和上一次的访谈 我 在我自己来讲 我自己也是房东 我就在想 哎呦 我怎么这么幸运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给任何的 我的Property每一年做一个他的那个 Fire Alarm的Inspection 糟糕太幸运了 Lucky 真的 是应该要去做的 是的 当然还是要看你的Tenant 有多Responsible 那你们之间建立的Communication 是什么Clear 那有些真的是很好的Tenant 我们不是说所有的Tenant 都怎么样怎么样 但真的碰到好的Tenant 真的是Your blessing It's your blessing I know OK 目前来讲我还算是Lucky 真的是 嗯嗯 当然就是 可能你收到的猪也不是很多 哈哈哈 Maybe in consideration both ways 我告诉你 我从来都不收到最高最高的 对 所以yeah 我觉得大家都comfortable level 对不对 当然就是说 他就觉得他有占到便宜 因此他做一点事情 他觉得算了 不要找他了 我觉得都是Appreciation嘛 就是 而且都是Mutual的 嗯 是不是 就像对啊 像你 还有就是讲到 这个Market Rent嘛 因为我们都会 我们作为Property Management 我们经常会 我们要看Market Survey啊 做Market Rent Update啊 所以我们经常会给我们的Landlord to send rent increase 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他们委托我们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要get the best benefit for our client 对 当然房客就可能会不开心 不过 那些人没有办法 那些人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提供最好的服务 对 所以它们是在Mutual 你懂 Apart from there 我们就拿到最高的Maximum rent price The same time we provid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to the tenant 所以他们也没有话好讲 是这样子 那这本身就是一个investment 对我们来说 拿到最高的Rent price是我们的工作 对吧 所以我们一直要evaluate 所以每年都会做个Rent increase Rent evaluation 给我们的owner 还有你们的服务项目也包括 给每一栋individual的rental的property 都要有一本自己的账 账都做好了 一到了年底 你就把这本账的statement P&L statement balance sheet 就这样子forward给owner owner就直接可以拿这个去报税了 多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再也不要头痛说 在4月10号之前 在那边一直算我今天付了这个多少钱 那个多少钱 也是算的真的很烦 是的我们会provide很好的一个明细 那真的帮在我们的 这都已经包括在一个flat fee里面了 就是省了很多事 而不是另外收钱的 不会 然后还有一个就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每年annual的时候 我们都会帮我们的landlord owner 去send rent increase 然后很多时候 我们landlord都不知道 他们的rent已经涨了100块 多收了100块 有时候就很开心 就打电话 谢谢你帮我涨了房租 其实涨100块就买好了 是的 所以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comfort level 但我们也希望 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嘛 对不对 所以 OK 好 那么再讲到repair 当一个房客 他看到合约里面知道 有一个service call 的charge 也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人 他就拿起电话 来place了一个需要repair的service call and then what do you do? 当然我们要接受他的service 就是我们马上就是一般的话 我们在72 hours里面一定要 response actually we do 24 hours not even say by law72 hours you have to correct the problem 但我们的regardless it's weekend or holiday 所以说 所谓做homeowner的 就是做landlord的时候很头痛 就怕是weekend 或者是holiday on vacation most problem occur during that kind of period time right you just get very annoying right so you're on vacation 是thanksgiving holiday 然后客人打电话说 你的stove不work了 或者oven不工作 他要烤turkey 你怎么办 一个头两个大 买一个烤好的turkey给他 那个时候一个phone call 真是ruing 我们的心情太厉害了 所以这很重要 that's why you need a property management service so we can cover your service call right 他很多时候他说 we have party we have thanksgiving party you know what we're going to do with party you know with the oven is do not function 因为他可能一年之内 都没用过这个oven 就是thanksgiving的时候 考个火机 可能啊 可能啊 那we have to respond very prompt and we have to have vendors to respond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也放假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最 最最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啦 说实在 那72啊 我一定是要correct 如果不correct的话 failure to repair the problem的话 他们tenant有权利搬出去 很多我们的owner landlord 都不知道 哦 问题在72小时之内 并没有被房东所修好的话 房客是可以move out的 对 就是等于walk away from the lease 是的 they have a right 所以其实California protects我们的tenants it's like tenants state right so everything is protect the tenants are protected so we have to really be careful yeah 哦原来是这样 哇今天又认识 something new 他有很多次就是说 像他refrigerator壞掉的时候 对 这最严重的时候 一定要respond very quickly 因为这冰箱对我们来说 是太重要了 对 没有冰箱他们不能煮东西 不能eat anything they could dine out whatever there's allowance saying like two hundred dollars per day or you know for food or something we have to reimburse 所以说有时候滑不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respond 我们的tenant的所有的call 当然到了时候说 这是因为客人的问题的 因为房客misuse的话 我们这个东西再可以讨论 是说谁付谁不付是这样子 好这个是冰箱 那另外一个我想到的也是很紧张的 就是garbage disposal也是很紧张的 另外呢就是washing machine 还有dryer 他如果说我都必须要把衣服 拿到外面的laundry mat去洗 或者是烘干 这也是蛮严重的了 是的 他会觉得你当初provide我的rent 这些都是amenity 那这些东西不work的话 你就要扣掉我的rent 就是rent要be reduced 是这样 他们都会you know kind of negotiate 所以说我们要we have to respond the phone calls and repairs everything in a timely manner 及时的去repair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知道东西都会损坏 这是reasonable的request 我们绝对要马上去处理这些事情 是如果自己呢又是上班的人 也没有空来照顾自己的rental property 如果您有property呢是在 如果您不是住在我们bay area 或者您的rental property 是开车离这里一小时以上 如果要来处理这些问题 解决这些headache 都是一些很麻烦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呢 要hire一个professional的 property management的公司 来拿起这个担当 来替我们解决的问题呢 这就是很需要的了 梁克希的公司 KJ investment property management公司 就是正式为您可以解决 这方面的一个非常professional的公司 他们公司的电话号码是 510-396-5818 510-396-5818 大家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 紧紧的牢牢的记起来 好那我们说到了service call 说到了一些repair的重要性 在时间之内必须要把人家修好 那另外呢我们就知道 万一这个客人要搬走了 搬走了以后 他一直在催叫我们退钱 可是我们这呢 有的还在想说 哇万一他的水费电费不付 我们也要从这里面扣 这些种种种种 哪一些可以是从cleaning and security deposit 扣 哪一些又是不行扣的呢 呀这个security deposit return 是很重要的 因为百老的话 我们知道在California 21天 之内就是那天tenant搬出去 开始算21天 必须那个return to the tenant 那什么东西可以扣的呢 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 就是说我们要搞清楚 就是说tenant's default on rent payment 如果他有rent payment 没有付的话 那个地方这个security deposit 里面扣掉 可以扣他们的rent payment 如果他不付的话 不付的话 miss payment的话 当然还有就是他们damage to the property in excessive norman wear and tear 就是他们把破坏掉 比如说门打了个大洞 对我们要换个门 窗子不小心有一个crack 这种的 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take all the pictures 作为evidence就是compared to the prior 他们moving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照片 这个在walk through 就是tenant move out walk through的时候 就应该已经发现了 对都会发现 因为之前我们给他们都是好好的 像new paint or there's no marks on the wall 如果要有marks on the wall 如果要有marks on the wall 我们要have to repaint 对 so basically那个return of deposit 如果是就是说我们可以扣到的是 就是cleaning cost to restore the unit to the condition it was at the time of moving 就是他们搬进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们要recover到 restore to他们当初的那个状况 对 要花多少钱或者不用花钱 如果他们真的是keep very good condition 我们也有很多很好的tenant 都根本是it's like it's in the perfect condition 我们根本不就hundred percent to return他们 也有的 都有的 都有的 所以那像如果mostly 他们像有touch of painting 这都是可以code 那copy cleaning house cleaning 都可以code 这是一般basic的东西 可是如果说有一个tenant 他跟房东要求他要养一只可爱的小猫 或者是一个除除可人的小狗 他又加了一千块钱的additional pet deposit 在他们搬出去之的时候 房东用什么标准来看 这个房子有没有被猫或狗破坏的地方 这个其实都是可以看到的 你讲猫和狗 我上次我们看到一个tenant 他只养了一个bird 小鸟 小鸟 我不晓得那个小鸟 会do so much damage like what? 他把我们的cabinet全部灼掉了 can you believe it? it's just this is like unbelievable 所以说 啄木鸟 啄木鸟 那一般的话那一千块我们就是 当然就是做一个deep cleaning 那些pads 那个cleaning 那个house cleaning 那就是说你 去除了它的味道 味道 odder is most 这些 因为有些客人会很sensitive的 那我们自己也能闻到 跟抽烟一样 那个味道 留在地毯里面很久 ok 对我想一般的破坏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除了就是一种一个就是清洁 多清洁 clean order 那个cleaning 那可能需要professional的那个deep cleaning 是要有一个很公平公正的心 就是这个房子拿回来给我们是什么样子 就是要跟他住进去的样子一样 因为我们必须deliver一个同样好的condition 来给下面一个访客 是的 是哦原来这个中间的枝枝结结这么多 哎呀经过两次的访谈我都发觉有好多东西 有好多事项是我做了这么多年房东 完全都不知道的 真是感谢Case 梁克希女士 谢谢你 谢谢你做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们 希望能够帮上你们 是的 梁克希女士 她的联络电话是510-396-5818 510-396-5818 公司是510-396-5818 360-0888 转分机108 好我们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之后我们就要跟 Benny Choi 之后我们就要跟Benny Choi 蔡明知连线 我们在下半场是接受您的call in的 650-968-2000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 风险 税收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恰询 408-689-2509 网址www.askdz.com A-S-K-D-Z Hi James 你搬新家了 听说房子抢得很啊 你是怎么买到的啊 这都是VILA和他的团队帮的忙 VILA先帮我做了pre-approval 他们是direct lender 可以自己办款 我的offer没有loan contingency sale很放心 我offer价并不是最高的 但还是拿到了 我们全家高兴得很呢 这么好的服务啊 他们收了多少钱呢 没有任何费用 我用他的服务已经十几年了 从long-pre-approval 直到最后close VILA是最好的 我也介绍很多朋友给他 他们也都非常满意 要买到好的房子 你必须找到像VILA这样 专业诚信经验丰富的人才行 快快快 快把VILA的电话给我 VILA的电话是 408-307-5056 408-307-5056 旧金山华藏寺 将于9月1号起见消灾起伏 超度拔剑地藏法会 届时将诵经举行超剑佛式 及佛钱大贡 还将设超剑牌位和消灾起伏陆位 欢迎十方信众踊跃参与共沾法义 时间2013年9月1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 旧金山华藏寺位于旧金山22街3134号 电话415-920-9816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校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wwwgoodvillerealti.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展座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也可登录YouTube subscribeSVCmedia 以及Facebook 搜寻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SVCmedia的页面 就可以找到矽谷华人电台 各项精彩的节目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到了我们来谈谈股票市场的时间 今天要访问的嘉宾 他是Benny Troy 蔡明芝 HeyBenny你好 大家好 Syla你好 Benny在今天的股市 在收盘的时候 是小跌了一些 那怎么说呢 用一点比较细剧化的名词 就是说从历史的高点回落 道琼斯在工业平均指数 在收市的时候下跌了46.23 暴收15612.13 NASDAQ综合指数上涨了3.36 继续上涨到了3692.95 标普500下跌了2.53 暴收是在1707.14 跌幅呢是最小是0.15% 那当然了今天从历史的高点回落 上涨了那么多回落1.7 其实真的不算什么事 那在这个礼拜呢 比较重要的一些业绩的报告 可能是属于零售股的比较多 那么在上个礼拜 还是持续上涨的一周 那看一下过去的六个星期 标普500还有道琼斯呢 都是在几乎都是在六个礼拜之内 有的是全部上涨 有的是六个礼拜 中间有五个礼拜都上涨 可以说是表现的非常的亮丽 可以说是在股票的市场里面 最令人着舌的就是Facebook 他已经超过他的IPO的价钱了 这个让很多谨慎保守的投资人 跌破眼镜大家都不敢进去买他 但是就是在害怕声中呢 他还是可以上涨的 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在进工商 资讯的时候打电话进来 问了很多的问题 请继续如此 因为只有尽早问问题 才能够确保你的问题可以被回答 六五零九六八两千 Benny先给我们解一个盘 请说 今天是 年是最快的一天 就承受量是最少的 那通常呢 就是Summer 一方面当然是Summer 第二方面呢 就是华尔街有一句话 就是说 never short a quiet market 就千万不要看空 一个quiet market 所以呢 市场呢 今天只是 就是说是因为唱了新高 回调一下子 这个呢 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轻微的调整 那市场呢 当然是我现在还是继续看好 那到底涨到什么程度啊 到底是到底涨到什么时候呢 是通常大家知道在九月十月 常常有的时候呢 是市场会不好 那到底是不是九月还是十月呢 这当然我现在还是看不出来 不过呢 就算是九月不好的话 那么就是说是 也离开这里差不多一个月 通常都是Labor Day回来 Labor Day呢是九月头啊 Labor Day回来 常常就是市场呢 就会有点变 那么就是好像2000年 那个是最厉害的一次变 就说是2000年 那就是市场是在三月头 那时候就涨到定 那么就是那时候呢 是大家知道NASDA 尤其是在5050那时候 3月 3月 那个 3月2000 00年 那个时候 然后呢就是在3月跌到5月 5月以后呢 它就一直盘盘盘 就差不多5月底 6 7 8 3个月呢 就是一直就是反弹 反弹 就反弹到Labor Day Labor Day 你回来呢 就不得了 就大跌 那现在会不会是这样子呢 这个当然是也很 就暂时来说 我想真的是 好像那个2000年 这样大跌呢 可能也不会 因为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 现在那个 Fed Reserve Policy 并不是说是 对那个市场是有 不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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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友善 所以就是 所以还是友善 不是不 就说 还是Friendly 不是 不是Not Friendly 所以呢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市场的 调整数 是当然有可能 尤其是 要是是 在那个 Labor Day的 就是 附近呢 就是大家开始 很Bearish 很Boolish 然后就市场 当然还是创新高了 那再涨个六七百点呢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 那么这个呢 就是很有可能 就在那个 Labor Day 要是 9月不调的话呢 我想 10月大概会 真的是会 那个时候会 会调的 因为通常 9月10月呢 都是不大好 那么 今年来说 就是整年 就是要是涨 甚至涨到10月的话呢 就9月 几十月的话呢 那么 涨风也是有点过分啊 所以就是 在那时候呢 就会可能有 有比较大的条件 大家当然要留意的 当然是要看看 欧洲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看看 利息方面怎么样 当然是 Federal Reserve 还是最重要啊 所以就是 利息方面 到底怎么样 利息方面呢 并不是说是一定是 他们那边出事情 而是 要是long term rate 所以要是再涨了1.5%呢 可能会对房地产 会有影响 所以那就是 一定要留意着 看着它那个 TYX 就是30年的 政府的公债 到底走势怎么样 现在当然是 没什么大问题 涨是涨了一点了 不过就是 还是是 到目前为止 那个利息 还是不高嘛 那么 大家要记得 就是在2007年 那时候的市场的 top bow 那个时候呢 是 是interest rate 是涨了17次 就是每一次是 或者percent 那就是等于是 涨了4.25% 那现在呢 就是当然是 又比那时候更低啊 那么就是 就是从最低那时候 要开始涨 现在是大概 涨了1%左右 要是真的是 但是再涨1.5%呢 可那个时候就开始 要当心 当然也是要加上 看看sendiment 怎么样啊 看看有些股票的走势 怎么样啊 就是那么 所以那时候呢 就是就是 大家要 要就是要留意 这些东西 看看欧洲那边怎么样 现在来说 应该市场呢 还是涨涨跌跌的话呢 那个chain呢 还是往上 OK 宏观刚才所有讲的这种 可能会在基本面造成股市下跌的 这一些所有的indicator 来也要consider在我们的这个 radar screen里面 可是今年的股市 再也没有一次是 跌了超过6%以上 如果果然9月或者是10月 因为某一些原因 trigger了股市的下跌 您自己现在的gut feeling 是觉得这个下跌坡 可能会大过10%吗 我想现在真的是看不出来 我想大概调的话呢 我想最少它5-6%这个会有 OK 要是那个时候 现在是 已经是一万五千多了 那时候要是 要是是涨到那一万六 一万一万一万六千多 这样子的话呢 5%的话也蛮厉害的 对不对 那么所以呢就是 我想大概是 从目前来看 除非是就是说是利息方面 是真的是 涨得蛮厉害的 不然的话呢 我想就是 应该是大概5% 那么欧洲那边呢 当然是要是 要是又有什么 又有什么国家又出大问题 什么样啊 这样子啊 然后欧元又大跌啊 这样子又有什么危机 这样的话呢 那么当然是10%有可能 不过就是 通常一般来说 现在的情况呢 还是 就是说还是 以中央银行 不管是美国中央银行也好 欧洲中央银行 还是以他们为主 他们就是因为是 他们可以 无限制的印钱 那么就是 要是他们是 要是是 情愿这样子 这个钱进到 进到 那个economy 这个经济上面的话呢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说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市场呢 就不会垮下来 不会垮得太厉害 是的 供应管理协会的报告 美国7月份的 不就是非制造业的指数呢 从6月份的52.2 串升到了56% 这个呢 这种现象 其实是跟 在中国的PMI啦 等等相比是 不同方向的 刚才提到了欧洲 那新兴国家 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 但是中国的表现呢 在最近都一直不好 如果说在中国 他有很多 不透明化的地方啦 造成股市的交易 是比较危险一点啦 但是他们的GDP 如果是在7到7.5之间 其实如果能够保持的话 还是不错 因为大家看看 其他国家的GDP 也很少有超过5以上 那中国的情况 我们大家都一直 要持续的关注 不不只是因为 大家都是中国人 同时现在中国的 这个经济体系 已经是全球第二重要的了 当然总数加起来 还是欧盟17个国家 加起来 它的市场占有值要更大 所以中国这方面 我们到底要注意哪一些 特别特别官呃 比较重要的哪一些事情的变化 值得我们作为参考的呢 中国方面 中国嘛 当然是 他们是 不知道 不是非常的透明化 所以呢 就是 就是说是 不过大家也知道 上海指数呢 它是 也是从6000多跌到2000 之前 那么 就是说也是 就是说已经抵抗了那些 这些消息 所以呢 也 也不需要太那个 就是 那当时我是常常有的时候 是 看看那上海 上海综合指数啊 看看那 FXI啊 FXI啊 FXI是 比较上是 就是大型的那些 中国的股票 看它那个指数的走 走是怎么样啊 啊 就是 那么 中国当然是有 也有它的问题 就说 呃 他们说可能会有 credit currency 会是 政府想 就他们有些 有些是 好像是 过分的 贷款了 这样子 所以呢 也是希望把那 credit 可以收紧一点 那这样子 所以呢就是 不过就是 他们也是很难 他们就是 也希望是 最少要保 7 7.5 这样子啊 那 那么就是要是有 7 7.5 的话呢 我想对整个经济来说的影响 应该 负面影响 不会不会太大 所以呢 就是主要的 啊 还是大家就是 还是 要看着 那个欧洲的 那个 Central Bank 跟美国的Central Bank 这个还是 还是最主要的 因为 中国那边呢 他已经是跌下来了 我想再跌破 2000 就是说再更 很低的话 我想但 暂时来说 应该也 应该也不会 所以呢 就是 就是 as long as 他那个 上海综合指数 不跌破2000的话 应该就 最少有一些反弹了 然后盘来盘去 这样子的情况 好的 好的 我们现在的时间 是7点46分 我们现在暂时休息一下 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 请致电 650-968-2000 好的 马上回来 您是否经常忍受 头疼 偏头疼 神经性头疼 头晕 或者美尼尔综合症 这样的痛苦呢 除了吃止痛片 西医又没有很好的办法 您是否知道这些问题 都有可能是颈椎病引起的吗 或者您是个女性 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头疼 而且有身体困重疲倦 您知道简单的IGU有可能帮到您吗 欢迎您参加8月10号 礼拜六下午2点 吴雅如中医针所举办的 头晕头疼英文健康讲座 我们将为您免费检查 报名电话408-480-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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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a Yang是您湾区房地产经纪的首选 请致电Lisa Yang 408-393-3951 408-393-3951 UR Property Group 优良的团队提供全方位的物业管理服务 请电Edison 888-898-9688 888-898-9688 或email到info at urpropertygroup.com 如果您向往成为成功的房地产贷款经纪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如果您热爱为客户提供最好的地产贷款服务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如果您要为自己打造 长远回报丰厚的地产和贷款事业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Sophie省地产和贷款经纪团队 是您最佳的选择 让您成为最顶尖的经济 详情请致电Sophie省 408-799-2558 799-2558 只因为You deserve the best 利率回升只在多快多高 房屋需求只会越来越胜 置业自助要耐性 购物投资要周详 莫尼卡扬金房产善房贷 经验丰富好计划 按不行事必跟进 投资置业好帮手 联系莫尼卡扬 请致电408-799-2839 408-799-2839 或电邮至promotionatjustglobal.net 您现在收听的是矽谷华人电台FM96.1 玩曲历史最久收听率最高的华语广播电台 您在考虑卖房吗 那您一定要听一听Rebecca Lin的周全卖房计划 确保您顺顺利利高高兴兴圆满结果 现在就打电话给Rebecca Lin 408-720-6800 408-720-680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所有的节目 除了在晚间7点到8点 在FM96.1为您制作之外 在svcmedia.net上面也可以重复的收听 并且Benny Troy蔡明知老师 每一天早上都会有一篇很短的po文 非常有价值希望大家时常浏览 同时在新浪微博在Facebook 在YouTube上面都有我们的电台以及电视的节目 提供给不住在湾区的网络上面的朋友 随时可以观看和收听 好Benny那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在回答众多的问题之前 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现在已经到了8月了 如果说自己的手手手头上的股票都是在赚钱 那么就让它let the profit run 如果是有哪一些sector的股票 由于不绝是不是要把它卖掉 那现在有哪一些sector是属于不好的 可以不要它了 可以把它丢到脑后的 放在脑后的我想暂时来说 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sector 就是很差的 那么唯一的就是涨的比较多的 就是就是当时收了 收了呢因为它是从最低 从最高那边就是那个好像ten 这样300跌到15 15呢现在涨差不多涨了double这样 OK现在是20多大概是28左右 那么所以呢就是它可能在这里 就是说因为长得太多了 可能笑话一下 那不过大致上来说 我还是我还是看好收了 那么要是你是 要是你是对那个 有些有什么sector 要是你是对那个energy 好像觉得他们就是长得太凶了 那么就是那个油股啊 那个也许就是说你可以减轻点 那么油当然是现在是 就是长了100几这样 通常一般有的时候呢 最近来说从来没有超过什么 一百一百一百二这样 没有做过啊 那也通常都是到了这个价位呢 可能会回一点 会又回到那个90多 这样子OK 那么就这个有可能 那么那么就是说还有sector 就是当然material material嘛就是就好像是那个 那个copper啊 go啊那些material 那个copper尤其是啦 那个我们就比较上钢铁啊 再铁啊那些都比较差啊 那么那方面的要是你觉得要是 中国那方面可能经济会 他们比较差 那用的这方面比较少 当然是他们的价钱也是跌下来跌的蛮厉害的 那么那那个方面可以找到减轻一下 我想这个大概是最多是这样 目前来来说呢我想大概 这个这个这个走势还是还是好的话呢 除非你是有个别有的时候 个别股票就很难看了 好像最近好像sandis啊 这样子啊 他突然间出来 说他就是不是挺好的样子 比那个analyst的推测比较差一点 就碰碰碰跌了10块钱 然后他自己出来说要买回自己股票 然后又发那个股息 碰一涨一下涨2块多 那么这些股票有的时候 个别的股票有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波动sector来说呢 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些sector 不然的话其他的 我想大概应该市场好的话 总是会还是会继续涨一点 好sandk今天收盘是57块4毛2 我们有三位听众朋友问到apple 那综合几位朋友对于apple的问题呢 我想他们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涨上去 今天是469块4毛5 何时是卖点 可能他们要知道阻力 比较强的阻力是在哪里 apple呢是我是觉得就是 他这个股票当然是 他的earning当然是 跌了下来一点 可是他其实也是 earning也是不错的 就是没有理由 就是说是要跌到这个地步 我想上面当然700块也不可能 那现在的话呢我想市场好的话呢 上面大概涨回去呢 大概是我想大概是400 现在是大概是 469 对450左右 我想大概上面那个大概有 二三十块涨的有可能 好下面一个是AIT 这个是Apply Industrial Technology AIT今天是52块9毛9 看一下他的趋势 他确实当然还是还是不错 那我想这股票呢就是市场涨的话 我想应该大概可能 还有大概三十块钱涨 我想应该有可能 Amazon是下面一个股票 Amazon AMZN 今天刚刚好是300块9毛9 Amazon这股票呢 很多人就是觉得他好像超值啊 什么样啊 因为他就是说 就是上货带小资 赔了一点点啊 赔了不到一个 才两个penny 那么就是PE是吓死人的 OK 可是呢是他们的revenue 是增加的蛮好 因为Jeff Bezos的家伙是蛮厉害的 那这公司通常一般的话呢 就是有点不可思议的 那个PE的话 那很多人就手痒就想short他 可是这个东西是市场跌的话呢 他就会跌一下 可是呢市场现在的话 最好还是不要不要不要short他 就是市场好的话 那我想他会还是会涨 涨了十来二十块的话 这个也有可能 哇 好 下面一个是BBT 这个是一个regional的banking BBT今天36块4 哇 图表倒是扶摇直上 这个是regional banking 那其实很多人就说是觉得 他们是要比那个 比那个那个那个 就是那个multi national的banking 要好 那这个当然是因为他们的exposure 来说 因为他们上次那个那个就是 啊 financial crisis 时候呢 他们也是没有 他们没有像这些 Citibank啊 美国银行这样这么离谱啊 就是啊 所以呢就是 他们来说呢 他们这个recovery呢 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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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很多 所以我是我看这个这个 大致上来说 大致上来说 这个他们的他们的performance 要比那个要比那个 那个那个美国银行 那个美国银行 Citibank要好 大概慢慢慢慢涨的话 现在是36块多 我想大概可能涨到40块 这样子 OK 下面就是一个 discretionary里面的龙头老大 她是Tiffany Tiffany呢 今天是81块1毛6 她是短期的高点 她是不是all time high呢 还没有到all time high 现在呢 就是这个整个经济的幅数呢 就是这样子 先把利息下来 下来以后呢 房地产好 房地产好以后呢 车子好 车子好以后呢 大家就是 就是说肯另外再去花点钱 在这种Tiffany啊 在这种东西上面 就是那些socalled那个 那个那个consumerous question 对了 那么就这方面的 所以呢就是现在呢 在这个整个economic cycle来说呢 现在应该是他们 OK 所以呢就是那个xly的话呢 也是会跟着他们这样涨 当然也是有 可能有一两个股票 就是consumerous question 那些可能会有点比预测少差一点 他们不会赔钱 对不对 那么就是说少不下下 其中就好像包括 Tiffany啊 Staba那些都是在这个顾里面 Tiffany的话呢 我想大概 当然它现在是 也是差不多是新高了 这创期啊 这创期啊有点新高 那么就是涨上去的话呢 现在是81块多 我想最多最多大概是 我看大概是867块左右 OK 好 另外一位听众朋友 想要请Benny在医药股 生化股里面 挑出来医治 来给大家提供做参考 那我就讲一下 其实保守一点的话呢 就是有一个家伙呢 就是Paulson 这个是一个 当然也是一个很出名的investor 他就是他在08年的时候呢 不单是没有赔钱赚大钱 OK 因为他是买了short 那么他呢 就是他其中有一个 就是有三个股票 一个呢 他投资的 其中一个呢 就是也是医疗股 是Miland Lab 这个就是generic的叫 那这个Miland Lab 当然是也是涨上去了 OK 不过那就是 因为是generic的话呢 就比较上好 那么要是你是比较上 投机点的话呢 那么就是BioTech的话 那你就说 你要是不想挑股票的话 就买一个BBH这样子 也是应该是 就是总结 就是总国来说 应该要比市场的performance 比较好一点 嗯 OK明白 好 那再来回答 我们今天最后一只问题是 Visa 这个credit card的公司 V今天是184块五毛四 这个这个股票呢 大家知道是 就是是一个45个 45个degree这样子 涨得不停的 OK 那么侧员之间 最近呢 就跌一点下来 OK 那么大家以为 他跌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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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Maskar也会跟着跌 结果Maskar就没有跌 OK 那他呢 就是就是跌了一下 不过呢 就是 我是觉得 就是当然是 现在是有点马后炮了 OK 当17 172的时候买的话呢 当然现在也不错 那就是 不过他 就是说 他这样跌下来的话呢 有点oversealed了 OK 实际上他们的earning 也没什么问题 大家知道Visa是 经济好 好不好 都是 都有都是 大家都在滚 滚卡 每次滚的话 他们总是赚 他当然是中间也有 也有停过 那就是 我是觉得 要是有机会的话 呃 172 呃 买他的话 应该就是说 不过这种股票 当然是比较贵啊 并且股息比较少 所以呢 就不能说是 完全把你钱 全部放在Visa上面 这个可能 也是有 会有点风险的 好 今天的朋友们 问到的问题 好像每行每业 都已经有问到了 并且 Benny呢 也给我们提到了 现在的sector里面 好像没有哪一个 是特别不好的 但是个股之间呢 还是要稍作衡量 所以欢迎大家 如果在 我们讲股票的时段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都尽早打电话 进来问 那您对于自己的 投资的未来 前景就更有 比较透明的一种看法 并且比较公正 正确的一种看法了 今天非常感谢Benny Benny 谢谢您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再谈 拜拜 拜拜 好的 听众朋友 今天晚上节目结束 我是周乐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晚安 明晚七点见 拜拜 以上言论 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 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